山壁上巨大树枝和大大小小的石块 快速往山脚下崩落 所有的泥泞土石都从山壁上冲刷下来 堆积在马路中央 目警民众被这一幕吓得大叫 山壁上大树不抵泥流威力 直接滑落堵住整条道路 马路被阻断附近居民只能冒险通过 土黄色泥流冲刷路面 形成一条扫河流 还流进附近住家 这里是基隆一七路 受到台风影响 发生山崩土石滑落的情形 巨大树木被击倒 就连电线杆也被吹断 听说是三四点 三四点 突然以前发生过吗 没有 不止百年大树断裂崩落 就连马路上也出现军裂痕迹 造成路面凸起 你看到下面去 整潮都是的 要先去我通 去我通 基隆多处地区严重积淹水 时不时还传出土石流灾情 基隆市长谢国梁就现身灾区 要来勘灾 这真的是七十几年来 最大的一次的单日的降量 我们现在各地都有很多 土石流相关的灾情 那我们在灾情 这个后的一些相关的准备跟一些恢复 不止如此就连国一南上一公里 基隆入口扎道边坡也崩塌 泥流侵入路面边缘 导致入口扎道一度封闭 造成塞车 就连基隆二信路也积水严重 马路都被泥水给淹过 车辆完全无法通过 只能靠近中线行驶 另一边大庆街上 同样也是淹成蓄水池 民众进出都寸步难行 基隆多处地区都传出灾情 当新的旅国宝在基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